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之關係還大呢 你們在天上的路也是這樣 不願意這小子裡十三一個 我們需要文正道何處去講 每逢主日的時候 我們都到教會一同聚會 來到教會我們來唱詩歌 我們來禱告 我們打開聖經的話語 我們一起來思想神的話 我相信來到教會對我們的生命 總是有不一樣的經歷 跟更多的祝福在等待著我們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們是福音主日 特別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我們這裡的聚會 我想請問大家 哪裡是我們的家 你的家在哪裡 很多人以為我們有家 以為說我們買了房子有家了 以為說我們父母很疼愛我們 我們有家 以為說我們娶妻生孩子 我們有家 是的 這些都是我們在地上的家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嚮往的家 在我們的人性需要裡面呢 有一個渴望 這個渴望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有的 就是他渴望擁有一個很安定的生活 這個安定的生活 是透過一個家來得到的 所以一個家如果沒有愛 一個家如果充滿了爭執 吵鬧 這個家就不能夠成為一個安定的所在 所以那個家就沒有辦法成為我們生命的家 有時候我們失去這樣的家 因為現實的社會當中 給我們發現我們不得不離開家 我們為了工作 我們為了生活 我們為了讀書 我們為了前途 我們在這個現實的社會當中 我們有家但是歸不得 有時候我們有家 但是因為現實的需求 我們一個家分裂在幾個地方 所以常常讓我們所需要的這種人性的需求 安定的需求 處在一種破滅的這種心情 我們的家到底在哪裡 我們的家在哪裡 在中國祖籍 祖先的地方嗎 我們這這麼多代下來 在一二百年來 我們的家遍及了全世界 到了今天 你離美國的華人 你問他美國是你的家嗎 如果他來到澳洲 你想念哪裡 他會可能告訴你 我更想念中國大陸 有時候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覺得 我們感受到沒有歸屬感 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我們不擅長的語言 去跟人們溝通 我們甚至需要聽 我們聽得不是很懂 也聽得很不明白的語言 來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所渴望的安定 我們所渴望的舒服 我們所渴望的親情熱情 許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表現出來 在1989年有一首歌曲是潘美成唱的 在他的一個CD的專輯裡面 是你 當時其實還是塔丹 那我想有個家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如果你視線好的話 我一邊讀你一邊看 歌詞是怎麼寫的 他說我想要有個家 我想有個家 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 他說不需要太華麗 為什麼呢 他說只要在我疲倦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這個家 他繼續唱 我想要有個家 他說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歌詞 表達了一種心境 原來一個很大的房子 一個很大的地方 一個很華麗的房子 一個很華麗的家 不一定是家 所以這個處在一個很矛盾的心情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幾乎都不是在追求一種更大的家 更華麗的家嗎 可是這一首歌詞 顛覆了我們真正安定生活 幸福生活的一種矛盾 其實所需要的不是這一些 他說我需要的是在我疲倦的時候 在我受驚嚇的時候 我可以回到那個地方去 我就會想到那個地方 我就回到那個地方 我就不再害怕了 誰不會想要回家呢 就是有人沒有他 誰不想回家 我好想回家 每一個人都想回家 可是常常因現實的問題 我們好像有家歸不得 甚至有人沒有他 他說臉上流著眼淚 只能自己一個人輕輕的擦 所以一個人性的深切的 心靈的最深層的需求是什麼 是安全感 是那一種安定 以及心靈的安慰 害怕得除去的那一個地方 可是呢 我們卻發現 這個作者他寫什麼呢 他說我好羨慕他 受傷後可以回家 只是我只能孤單的 孤單的在尋找家 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看見有人有家可歸 心裡真的是很羨慕 心裡真是很渴望 他也能夠有家 下面的歌詞 看得比較清楚一些 他說雖然我不曾有溫暖的家 但是我卻一樣的要漸漸的長大 他長大的過程中 他一直渴望有一個家 他說只要我心中有愛 只要我心中被愛充滿 我就能夠去關懷 我也可以被關懷 他說生命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埋怨誰 一切只能靠自己 這首歌曲你上網的時候 你只要打我想要有個家 一按 就一堆出來 你就可以選一個點入 你就可以聽這一首歌曲 他說只要我心中有愛 我也可以過關懷被關懷的生活 沒有辦法埋怨要靠自己好好去追求 他下面一句話 他說雖然你有家 什麼都不缺 為何看不見你露出你的笑容 永遠都說沒有愛 而且整天還不回家 他這個作者他沒有家 他好想有一個家可以回去 但是他看見他的朋友 明明有一個家 明明有一個家 而且什麼都有 可是他沒有快樂 他臉上沒有笑容 他反而說我需要愛 我沒有愛 整天都不願意回家 這又顯出了一個人性光景的一種需求 我們以為我們有家 事實上那個家不是我們真正心靈 得到安穩的一個地方 有人有家卻沒有愛 所以作者說 我們都是相同年紀的人 但是卻有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心靈讓我們擁有一個家 他為什麼用最後一句 不同的心靈讓我擁有一個家 他前面提的一個字 家很重要的是什麼 愛 這個人如果回家 家裡沒有愛 那個不算家 所以他說 當我們的心靈正確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擁有一個家 這首歌曲其實是在反映我們 每一個人的光景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靠我們自己努力的追求 努力的爭取 努力的要建立一個溫暖的家 努力的在尋求 努力的在盼望 我們也看見別人的家 可能我們羨慕 我們覺得他們比我們更好 可是我們發現 有一天就算我們爭取到 擁有到了 我們發現那個家還是不完美 到底哪一個家 才是我們真正 永恆 心靈 有安全感 靈魂得永生的家呢 今天我們讀的這一段經文 他說有一個人有100隻羊 其中一隻迷失了路 他說你們想這個人會怎麼做呢 這個人就會把99隻羊撇下 然後去尋找那隻失散的羊 他就到山裡面去尋找那隻羊 找到的時候就歡喜快樂 然後他說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是這樣因為一個人 悔改而歡喜快樂 所以我就提了第一個問 是誰迷了路 你有迷路嗎 你覺得你迷路了嗎 這裡的迷路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害怕迷路 常常夫妻吵架都是迷路的時候吵架 開車 丈夫開車 叫太太看地圖 看看看看 我們普通人講走到荷蘭去 結果就吵架 我叫你看地圖 你看看看看看 把我帶到這個什麼地方來 迷路的時候是不舒服的 迷路的時候是憤怒的 迷路的時候是害怕的 沒有安全感的 你有迷路嗎 我們來看經文 他說走迷了路 迷路 他說一隻羊走迷了路 後面又提到說 迷路 其實它同一個字 就是迷路 什麼意思啊 第一個意思 走迷了路 或迷路這個字 就是不自知地 漸漸離開安全 越來越遠 迷路 迷路的意思就是 在自己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 離開安全的地方 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這個叫做迷路 不知不覺 他離開了牧羊人的視線 不知不覺 他離開了一群羊 他獨自存在 是 他頭低低的拼命吃 拼命吃 拼命吃 這個很像我們 一輩子頭低低的 拼命賺 拼命做 拼命賺 拼命做 本來很挺很帥 做到最後一天 這個就是我們的寫照 我們離開安全 越來越遠 這個叫做迷路 第二 迷路的意思是什麼 看得清楚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好嗎 被似是而非的道理 牽引而不知不覺 失去了生命方向的路 什麼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呢 這個迷路裡面的第一個小字 就是欺哄 欺哄人的道理 好像是非常對 其實是不對 這種好像很對 其實是不對的道理 在這個世界上 正在教導許多人 因此讓人的心裡 不知覺的 越走越失去永恆生命的路 聖經明明明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不認識上帝 耶穌基督來 光來到世界 世界卻不認識他 世界卻不接受他 世界卻不接受他 我們人 被世界上很多的道理 佔據了我們的心 使我們不知不覺 拒絕了那一條正路 那一條通往永生的道路 這個就是這裡所說的迷路 因此我們會發現 原來聖經說 那一百隻羊裡面 那一隻迷路的羊 正在說我們 因為我們都在這個世界上 接受了許多世界的教導 世界的理學 世界的各種的主義 使我們不去認識上帝的路 不去認識耶穌基督做我們救主的路 我們走自己的路 我們以為安全 事實上我們活在世界上 越走越沒有安全感 所以既然我們迷了路 迷路的人需要什麼 需要有人來指引你 需要有人找到你 不然的話 生命就會處在危險跟死亡當中 誰在尋找我們 這個比喻裡面講了一個 他說有一個牧羊的人 有一個人有一百隻羊 所以這個人一定是牧羊人 他有一百隻羊 那在這裡形容什麼 這個牧羊人是誰 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他親自來尋找我們 這個比喻裡面又說了什麼 這一個有一隻羊不見了 如果你是牧羊人 你會怎麼做 我有一百隻羊 還有九十九隻 就是不見了一隻蒜 那一個就是那隻羊 牆最討厭的 每一次都不聽話 每一次都喜歡自己 頭滴滴的吃 蒜 我不要牠了 我還有九十九隻羊 我們人可能會有這種的心理 可是聖經裡面說什麼 這一個牧羊人 他不願意吃去任何一隻羊 再玩皮搗蛋 再不聽話的羊 他說什麼 聖經說什麼 他仍然撇下那九十九隻羊 然後去尋找那一隻吃上的羊 現在問題來了 他怎麼可以把九十九隻羊撇下 撇下好像把牠丟在一邊 然後就去 我就想不可能 當時的牧羊人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找到那一隻羊以後 另外九十九隻又不見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原來這個撇下這個字呢 它是有打發好的意思 什麼叫做打發好呢 我要出門了 鄰居請你幫我看一下 我後面有兩隻狗啊 那麼你這個是鑰匙 你幫我到我後院 幫我 我不在這個兩個禮拜 你去幫我餵牠 狗食品放在哪裡啊 寵物食品放在哪裡啊 牠喝什麼水啊 然後等等 都交代清楚 禮拜幾會有人來撿毛啊 麻煩你一下啊 鄰居很好嘛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打發好 或者是安頓好的意思 所以這個好的牧羊人 牠會把為了一隻迷路的羊 牠會安頓好一群羊 然後牠設法去找 去哪裡找 去山裡去找 山裡是什麼地方 野獸出沒的地方 山裡是什麼地方 山裡是 許多深谷的地方 所以到山裡去找 就是去什麼地方找 就是去一個會奪走性命的 有可能奪走性命的地方去找 因此當我們看見這一些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上帝去哪裡尋找人 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這位愛我們的上帝 我們的天父 他藉著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 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充滿了戰爭 這個世界充滿了死亡 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公平 這個世界充滿了敗壞 上帝的兒子 來到一個最充滿死亡的地方 來到一個最充滿奪命的地方 來尋找我們 所以耶穌說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娘舍命 果真他來尋找我們的時候 賠上了性命的代價 就是要找到我們 要把我們帶回到他的羊圈 所以他跟他的門徒說 我還有好多的羊在外面 我還要去把他們找回來 讓他們歸回到上帝的羊圈 耶穌基督受傷 是為我們 所以聖經有一句話說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可以得醫治 他的鞭傷他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我們得醫治 但是這個牧羊人出去到山裡去 可能需要面對跟野獸活動 可能可以面對這種荊棘 山路甚至深谷 當他救回這一隻羊的時候 很可能他自己已經受傷 可是比喻卻強調什麼 比喻沒有強調他的受傷跟辛苦 比喻在強調找到了 他說他的歡喜要比保住那九十九隻更快樂 因為他找到那隻迷失的羊 親愛的朋友 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成為人 來到這個世界上 是要告訴我們有一位天父上帝 他在尋找你 耶穌基督來就是要尋找你 這兩千年來 許許多多人認為自己沒有迷路 直到有一天他受傷 直到有一天他心靈忽然覺悟 因為他發現他自己已經身處在一個 最不安全的世界 他的生命可能隨時都會被奪走 許多人到了這樣的時候 才呼喊說 誰可以救我 耶穌基督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所以當我們願意聽見耶穌的聲音說 我在這裡請你把我帶回去羊圈 這個時候 歡喜是非常非常大 兩個禮拜前我們有受洗 每一次受洗的時候 我心裡面都是充滿了歡喜 全教會弟兄姊妹都充滿了歡喜 甚至天上的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天使都要歡喜快樂 現在還要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是在找家還是回家 信靠耶穌基督 我們中國人會說 我們幹嘛去信人家的養教 我們自己沒有家嗎 我們為什麼要跑去人家的家 對不對 我現在要問了 我們到底是換一個家 找一個家 還是我們本來就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本來就應該回家 人本來是上帝的 還是本來是魔鬼的 人本來是上帝的 還是本來是世界的 按照聖經整本聖經告訴我們 人本來就是上帝的 因為上帝創造亞當夏娃 人本來就是屬於上帝的 所以這個比喻裡面你會發現 他是說 有一個人一隻羊 他是說 有一個人一隻羊都沒有 然後他一隻一隻去找 一隻一隻找 你要不要來做我的羊 你要不要來做我的羊 然後找齊了一百隻羊 有這樣說的嗎 沒有 這個比喻裡面 一開始直接講 這個牧羊人有一百隻羊 意思是說什麼 這些羊本來都是他的 可是呢 本來是他的羊裡面有走失的 這個也反映出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根源 本來就是上帝的 本來就是上帝的羊 但是因為人犯罪 人走自己的路 人放棄上帝 所以人走了自己的路以後 漸漸的迷路 開始不認識這位上帝 所以耶穌基督來說 我是要把原本屬於上帝的羊找回來 你本來就是屬於上帝 天上的父 來我們再看一下 第幾章第幾節 看一下 最後一節 十八章 對不起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 第十四節 說什麼 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是這樣 不願意這小子裡面 是上一個 天上的父 表示什麼 比喻講完了 我們在天上有一個父 也不願意任何一隻羊迷思 你們小子裡面最小的一個 最王皮的一個 最不可愛的一個 上帝都不願意放棄 這表示天上的父 在地上有什麼 天上的父在地上 要召集一群屬他的孩子 建立天上的父在地上的家 耶穌基督來成就了十四家的救恩 人們透過耶穌基督成為天父的兒女 這一群人組織起來叫什麼 這一群人組織起來叫什麼 叫教會 今天為什麼我一再的強調 教會就是一個屬靈的大家庭 我們都屬天父兒女 透過耶穌基督 我們成為一群屬上帝的孩子 在這個地上的家 思善 再一次出現跟迷路一樣的詞句 思善 思善 你看後面有一個G 思 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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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發準 我還在進步中 謝謝 這個詞表明什麼 它是指 不認得 這個真天父回家的路 這個從哪裡是 思善 是本來有一條回家 回到天父家的路 但是因為走遠了 走久了 就不認得了 我很感動 最近因為父親身體不好 所以呢 跟大陸老家 有聯繫 那麼大陸老家呢 我父親的三兄弟 老大老二都去世了 所以聯繫上了以後 才發現 那裡唐兄弟姐妹好多 他們派了四個代表 唐兄弟 我們的唐兄弟 就來看望 他們的叔叔 就是我父親 來的時候呢 就把什麼 把家的關係 連結起來了 我父親就好像是 車上的兒子 現在呢 老家派了其他的兒子 來看這個叔叔 並且呢 把名單都寫下來 告訴我們說 在那裡 你們還有很多很多的 兄弟姐妹 你知道嗎 當我們還在吃飯的時候 上帝借著耶穌基督來 然後拯救我們 然後把名單告訴我們 你們有這麼多的兄弟姐妹 都在基督裡成為上帝的兒女 你今天接受耶穌基督 你就不再是迷路的羊 你就回到上帝在地上 所預備的教會當中 這教會就是上帝的家 結束的時候還有一首詩歌 歌詞是有一個叫做 筷子兄弟 那麼他寫了一首叫做父親 歌詞是這麼寫的 他說 一輩子總是向你索取 卻不曾說謝謝你 人類今天就是這個光景 人類一輩子幾千年來 都在索取上帝給的東西 澳洲經濟很富裕的話 是從哪裡來的 從地下的礦來的 很多國家很富裕 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地下的黑金石油來的 今天天父上帝從創世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說 地上的一切豐富你們都可以享用 可是人類卻從不向他說一聲謝謝 還說這是我苦苦工作 血汗錢是我苦幹幹起來才得到的 我們從來不願意跟這位天父說謝謝 這首歌曲怎麼繼續講呢 直到長大以後才懂得你不容易 這個孩子長大以後才發現 原來父親真的是用心良苦 這句話也是對我們說的 直到你真正經歷了人生的歷練跟功課以後 你才發現有一位用心良苦的天父 他是為我預備了這麼多 他是為我 他是對我這麼好 那地上的父親怎麼樣呢 他說這個父親啊 每一次要離開家的時候 你看 總是裝作輕鬆的樣子 我要出去工作啦 你們要乖啊 明天我要再回來啊 大家聽話啊 要用功讀書啊 然後一到門口就哭了 躲在一個角落裡偷偷看 孩子回去了 太太帶著孩子回去了 在角落邊哭 耶穌基督走的時候 升天之前告訴門徒說 你們不要憂愁 我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我要拆遣聖靈來 與你們同在 三位一體的聖靈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們不乖 當你們不聽話 當你們不祷告的時候 聖經說什麼 聖經說 聖靈用說不出的叹息 來為我們祷告 耶穌基督為我們祷告 他還帶著微笑說 回去吧 轉身 眼淚 在眼底裡 他說 多想和重情一樣 牽你溫暖的手 這個時候 你要得救了 這個孩子長大了以後發現 牽不到父親的手 很想要牽他的手 這個時候 當我們生命中流浪了很久 不願意謝謝這個父親 上帝 耶穌基督 很久 有一天你發現 我要牽耶穌基督的手 因為他是天父上帝 拆派來 要引導我回家的救主 這個時候 有得救的機會 可是呢 地上的父親 卻不在我身旁 所以我怎麼想念他 我只好托付清風 帶去安康的消息 基督徒要禱告 我們要告訴上帝說 感謝你 賬美你 我在地上生活 為你做見證 感謝你 賬美你 繼續 他說時光時光慢一些吧 很動人的歌曲 你上去點父親 然後搜尋 就有YouTube 你可以去聽 真的唱得很好 很感動 他說這個孩子 多希望時間可以停下來 這樣他父親 可以不用老去 不要 不要再讓你 再變老了 他說什麼 我願用我一切 換取你歲月長流 一生要強的爸爸 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唯不足道的關心 請你收下吧 你讀了這一段以後 你聽了這一段以後 你有什麼感想 連地上的一個兒子 長大的時候 都想要這樣回饋 愛他的父親 基督徒也是一樣 當你信耶穌以後 你發現有一個愛你的天賦 你就會發現說 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我真的是能為不足道 我是這麼樣的渺小 可是我為你所做的這一點 請你收下吧 這個就是一個 侍奉的生命 回饋上帝恩典的生命 最後他說 謝謝你所做的一切 你用你的雙手 撐起我們的家 上帝透過耶穌基督 他的雙手為我們被釘食之家 他的生命為我們犧牲 就是要撐起這個救恩的家 總是捷盡所有 把最好的給我 聖經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天父願意把好東西給我 把最好的愛子耶穌基督 吃給我們 我是你的驕傲嗎 還在為我擔心嗎 你牽掛的孩子長大了 親愛的朋友 你還讓天父上帝擔憂嗎 他藉著耶穌基督來尋找你 你願意回應嗎 還是你繼續要走你人生 迷路和羊的路 你覺得好多東西可以吃 好多東西可以賺 賺到頭來掉在深谷裡 無法自救 耶穌基督是上帝愛我們 尋找我們的記號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到十七節 我請大家一起來讀一下 用你的心靈來讀 這位神愛你 來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是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神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牧羊人找到這隻羊 沒有痛打他不乖 沒有痛打他不聽話 按照另外一個施羊的比喻 你知道他找到那隻羊的時候 他是怎麼做的嗎 把他扛在肩頭上 扛回家 我們多少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打滾流浪 受傷累累 沒有力氣 今天有人把你帶到教會來 今天你參加了教會 每一次你到教會來 我都相信知道 上帝在你身邊預備了一些人 鼓勵你幫助你 讓你可以到教會來 耶穌基督有一次醫了一個病人 瘸腿不能行走的 這四個朋友拿著路子把他抬來的 不是我們自己說 我很厲害我要去教會 顯揚一下我很厲害 常常我們到教會來 是什麼 是我們走不動了 我們心靈困苦了憂傷了 有好朋友知道 在這裡有耶穌基督的醫治 有耶穌基督的救恩 所以把我們帶到這個地方來 我要拯救罪人 所以他沒有刑罰我們 他沒有責怪我們 他沒有打我們 他就是要把我們帶回家 回到家裡來療傷 教會 就是一個療傷的地方 教會就是上帝的家 你在外面任何的受傷 你都要回來這個地方 因為在這個地方有上帝的愛 在這個地方有上帝的醫治 在這個地方看得見永生 因為耶穌應許我們信 指的人有永生 我們再讀一下第十章 第十一節十二節 一起來 道賊來 無非要偷竊殺害 鬼幻 我來了是要叫羊 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為羊捨命 我來是要叫羊 也可以做 我來是要叫人 得生命 原來這個還是在牧羊羊的比喻下面來說的 你知道羊圈有沒有小偷啊 酒有盜賊來什麼 不敢從門進去 從羊圈旁邊爬進去 你要爬到隔壁抓羊很容易的 一趴過去就過去了 他說不從門進來的 趴趴著這個羊圈進去的 就是盜賊來做什麼呢 要偷走你們 可是我來是要保護羊 我來是要拯救羊 使羊肥肥胖胖長很多羊毛 所以我常常這樣想 我們港恩家的每一隻羊 在這裡餵養以後 羊毛長得多多的 我們天天按時的剃毛 做成毛衣去幫助祝福很多的人 所以我們的奉獻就是剃毛的動作 讓我們能夠生長出很多的羊毛 然後去寄給那些寒冷需要溫暖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教會要講的社會服務 耶穌說我來是要叫羊得生命 竟且得得更豐盛 來叫我們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 更豐盛的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沒有信耶穌過得不錯 過得還好 可是信耶穌以後 比你不錯還好 更不錯更還好 這個叫做更豐盛 因為耶穌不是要奪走羊的命 耶穌為了保護我們 甚至賠上他自己的生命 就是要叫我們得生命 因此最後一節聖經我們一起來讀一下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尋找的人 就是一朵都變成新的人 一切都是屬於神 他就是基督所用的阿祖 我們感謝主 一切都是出於神 神愛我們 今天如果我們接受耶穌基督這個牧羊人 來尋找我們 你願意說 耶穌我今天被你找到了 你覺得你被耶穌找到了 你舉個手 來有沒有 有有有有 你被耶穌找到了沒有 有 你被耶穌找到了沒有 有 有有 沒有舉手的人有沒有被耶穌找到 再來一次 有沒有被耶穌找到 耶穌是牧羊人找到了 感謝主 剛才有舉手的人 還沒有舉手的人 還最後一次機會 你要不要被耶穌找到 要的話現在舉手 來來來還有沒有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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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同起立好嗎 來做一個禱告 有 谢谢大家